正如大家所知道的,太阳系中有固定的范围,拥有八大行星,最外一层是海王星,在海王星往外算起的就是科伊伯代,研究人员在研究海王星的同时,就会把目光放在隔壁的科伊伯代星系中,然而发现,科伊伯代的星系中的星球,对海王星有相互影响的作用。 运动回到非常奇特,就像是存在另外一个巨大的星体控制者,毕竟来自太阳系的影响都是一样的,除非有其他未知事物的作用力,很多天体如今已经按照规律行动,这都是安排,并非偶然。 所以科学家把太阳系中的行星定为八个,这个数据是如何确定的呢?是否不对呢? 明王星原本被纳为太阳系中的一员,共有九大行星,由于种种原因,明王星最终被排除了。 那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到底存不存在呢?科学家也一直在寻找,实际上,有点消息,第九大行星与木星的存在有点联系。 木星是太阳系中质量最大,体积最大的一个星球,可谓是太阳系中比较受瞩目的星球。 木星周边有一个小行星带,意外发现有好多个卫星,高达12个,这个发现其实并不容易,木星的亮度非常高,周焰的星球变显得黯然了。 科研人员发现木星周焰行星带的存在是一个巧合,因为它们依在观测比明王星更加遥远的星球,由于规模太大,导致较近的行星带出现在观测范围里。 而且发现这些行星带的运动也是非常奇特,此转方向都是相反的,大小也不一致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行星居然会溜进观测镜头里,就像一个要人的模特,总在镜头里闪闪发光。 在未来,说不准通过望远镜,还能看到很多奇异事件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